英國法院拒絕 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保釋 阿桑奇星期三 由酬青阿桑去到法院聽審 法官說 根據阿桑奇過往的行為 有理由相信 如果批准保釋 他很可能再次潛逃 所以不准保釋 繼續還押 英國法院星期一 以精神健康狀況為理由 拒絕引渡阿桑奇到美國 美國政府表明會上訴 阿桑奇2012年 因為逃避瑞典性侵指控 藏身阿瓜多爾大使館接受庇護 其後被捕 他創辦的維基解密 2010年公佈大量華府機密軍事文件 被美國控告、間諜罪等18項罪名 面臨最高175年監禁